急診外頭搭帳篷設篩檢站消化量能 在疫情期間這相當常見 但過往水洩不通的篩檢站 現在只剩下零星民眾 另一間醫院外頭同樣空蕩蕩 早已沒了年初民眾排隊等待的情況 現在快篩普及與病毒共存日久 累積確診人數突破600萬例 但篩檢站人潮越來越少 其實現在篩檢站的業務也比較少了 說實話 也有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民眾的觀念也比較正確了 然後我們在家裡的快篩工具也變多了 以前業務很多的時候 是因為民眾買不到快篩 沒有快篩 直到擠來急診快篩 那時候篩檢站都是篩大牌長龍 與病毒共存的初期 很多醫院的篩檢站的量能是非常的擁擠 但是隨著快篩的普及 現在可以看到篩檢站的人潮是大幅降低 有些醫院甚至已經開始在拆除篩檢站的帳篷 甚至已經有醫師在臉書PO文 工作醫院防疫站已經拆除 回味兩年總算看到車道出現 醫師表示過去幾個月來 的確篩檢量能燒檢 左右還是因為快篩普及 加上民眾對確診恐懼降低 以及不想來到醫院有染疫風險 黑數也增加 來醫院的人數跟著減少 目前來說其實疫情也還沒有退燒 所以其實北台灣我想大部分的醫院篩檢站都還留著 可能其他縣市有些疫情已經退燒了 他們就會慢慢把這篩檢站停掉 五六月那時候的疫情失控那時候的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 是差很多 那也可以體諒有些醫院 可能漸漸就會想要把這篩檢站收起來 至於邊境何時會有進一步解封 指揮官王必勝在接受電台專訪表示 邊境開放離家期即將在十一月十五號前上路 包含機場唾液PCR篩檢 也將改發為四季快篩 提供入境旅客自行使用 現在我們為了通報那些輕症的病例 我們花了很多的公共衛生能力 以及怨感的人力在這上面 我們有很多的傳染病 就是因為這樣子而沒有報上來 比如說我們的登革熱 一發現的時候就已經本土了 那麻疹也是如此 流感也是如此 腸病毒更是如此 所以在這個時候的話 其實我們急需要 腾出很多的公共衛生能力 回來回歸到正常傳染病的房子 專家學者也建議未來該考慮 把新冠肺炎的傳染病分類降級 改成重症通報即可 也可以將強制性的防疫規定改成建議 醫師也表示 現階段國內染疫情況 跟國外相去不遠 唯一要注意的是變異種的病毒影響 台灣的病毒的數量 其實跟國外是差不多 意思是說去完國外回來 也沒有比待在台灣還要危險 說句實話應該是差不多 那我們比較怕的是 會有新的變種病毒株會進來 在我們這一波肆虐完BA5之後呢 下一隻新的病毒株可能就會再起來 所以可能會有一種 這個一波一波的感染草又出現 BN禁若解封 下一步民眾關心 口罩禁令何時解除 醫師表示目前台灣能有效控制 口罩占了極大功效 現階段在疫情尚未完全解除 仍有病疫株的威脅存在 今年前不建議解除口罩禁令 推估可能要等到明年 強制戴口罩才能解除 整個被套措施應該會持續的延續下去 不會說是邊界開放物所有的措施都會拿掉 應該是逐漸式的漸進式的一步下一步 然後確保式的我們的所有的疫苗 還有抗病毒藥物可以完成齊全 BN禁解封口罩禁令 隨著疫情變化起伏 指揮中心觀望再觀望 民眾更是心叛 早日回到疫情前正常生活 TBA新聞葉俊宏 藍玉銘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